千难万险他也不能阻隔与你相见的那一刻 2月8号,北京冬奥会冰湖比赛场馆内播放了周深的新歌《星渔》 周深高亢的歌声以及《星渔》与冬奥精神的完美契合的歌词 让人听了热血沸腾,顿时感觉整个体育馆的面积在扩展 然而,就在我们沉浸在周深优美的歌声当中时 贵州旗歌手周深《星歌唱响冬奥会场》这一话题却冲上了微博热搜 虽然为周深感到高兴,但是贵州级歌手这一前缀却让人很不舒服 我们湖南出生的小百灵怎么轻而易举的就变成贵州级了呢? 周深1992年9月29号出生于湖南邵阳,长于贵州贵阳 据周深的粉丝友亲提供,周深在小学三年级转学到贵阳,18岁出国留学 在湖南与贵州生活时间各为9年,怎么能算是贵州级的歌手呢? 周深生于湖南,长于贵阳,常住于上海 其实不论在哪,都是我们大中华的孩子 不如换成中国级歌手周深《星歌唱响冬奥会》 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中国小百灵的声音有多好听 这是要打起来了吗?抢人大战开始了 昨天热搜最高第一名,原因是贵州日报发了题为 贵州级歌手周深《星歌唱响冬奥赛场》 然后湖南发声明,不如换成中国级歌手周深《星歌唱响冬奥会》 网友纷纷调侃,官媒真会玩 不过他们都对,贵州级也对,湖南级也对 时生都承认过中国的小百灵声音多好听 希望有一天他能走出中国,唱响世界 其实周深就算是来到了虎年,依然是那个劳动楷模 当人世间播出,看到字幕中出现他会演唱光字片的歌曲 很多的粉丝都以为会是周深虎年的第一首新歌 没想到被星鱼给赶超了 但是也让我们同样期待光字片的上线吧 周深虎年第一首新歌《星鱼上线》 他动听的歌声响彻了冬奥现场 前有大鱼,现有星鱼 有些粉丝戏称,星鱼就如大鱼多出了条星星般的鱼尾 粉丝的解释似乎又为这首歌增添了更多的浪漫色彩 加上星鱼,周深目前为止已经发表了三首关于鱼的歌曲 之前《大鱼》和《化身孤岛的经》也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这三条鱼虽然意境截然不同 但同样有着梦幻又神秘的色彩 你更喜欢哪一首呢?